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的新闻资讯看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 总之不管怎么样 这期视频可能相对于以往的视频稍微有些简单 但是我敢保证在内容上我们丝毫没有偷空减料 所以大家放心观看吧 好 首先依旧是国内的动画相关新闻 B站的胶囊计划上线了 去年Bilibili发起了一个名为胶囊计划的特别项目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扶持中国动画新人团队的企划 B站邀请了14个动画团队围绕七种情绪为主题 制作了不同的短片动画作品 不仅画风不同 且每一部都充满了各自团队的特色 从周五也就是16号开始 这些短片开始陆续播放了 如果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 第二条同样来自B站的消息 2012年B站的小宇宙计划公布了入围作品 总共是有20部 但是最终颁奖的时间还未确定 其中动画学术吧已经在此前采访了6部作品的创作者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B站中进行搜索阅读 小宇宙计划简单来说就是B站从2019年开始举办的原创动画短片奖 主要目的还是挖掘和扶持国内的新兴动画人 以往的获奖作品包括阿丽塔的《睡前故事》 也就是《龙心少女》以及《记忆管理局》 在获奖之后有很多作品都得到了B站的扶持 进行了后续的番剧或者电影的开放 16号晚上 《原神》官方宣布将与曾经制作《空之境界》 《费特》《鬼灭之刃》等作品的《飞碟社》 合作长期动画项目 并且放出了一段宣布合作的动画PV 从PV中可以看到原神游戏中的蒙德地区 并且出现了主角双子与应激视频拍萌 作为游戏玩家来说可以说是非常激动 好 接下来是日本方面的动画相关新闻 9月10号通过日本媒体得知 日本著名艺术家动画人小林青郎在8月25号去世了 小林89岁 小林青郎是日本动画美术方面的泰斗级人物 可以说在多位世界级日本动画监督的早期作品当中 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比如宫崎骏的首部动画电影作品《鲁邦三世》 卡里奥斯特洛城 然后还有《几元帮宴的少女革命》等等 而小林青郎其他参与的作品 还有《棒球英豪》 《剑锋传奇》 《福星小子》 《怪盗生少女》 《会长是女仆大人》 《交响情人梦》等等 同时小林青郎还培养了一大批动画美术相关的优秀人才 好 下一条消息 11月1日吉普立公园就要正式开园了 在前几天官方也放出了宣传海报 同时第一期开园将会开放三个区域 分别是吉普立大仓库 青春之秋 龙毛森林 赛博朋克边缘跑手凯伯 不知道大家第一时间去看了吗 我对这部动画还原和设置的游戏相关彩蛋 可以说非常满意 而同时这部动画的原创部分 包括剧本 作画 美术设计等等 我都可以说是今年看到最惊喜的一部翻剧了 我相信很多人甚至将它看作 今年的个人最佳连度动画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对这部翻剧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 或者说我希望它能做得更好 因为在我个人看来 其实经费和时长很明显的 限制住了制作组的完整发挥 那么你会给这部翻剧打几分了 欢迎打在共评上 同时预告一下 我们在不久之后将会出一篇 关于这部翻剧的相关评论文章 这也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亚当中全你给我等着 好 接下来是欧美方面的动画新闻 这个部分呢 因为迪士尼举办了第二三展会 在这个展会上公布了大量的消息 所以这部分会稍微有点长 请大家仔细听好 全是重点 好 9月9日到11日呢 迪士尼举办了面向全球粉丝 两年一届的第二三展会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第二三呢 其实来自于迪士尼 成立于1923年 迪士尼今年已经99岁了 这届展会也公布了超多的重磅消息 其中包括电影 电视 动画 主题公园 延伸周边 电子游戏等等 因为消息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这边只选取了与动画相关的部分 如果大家想看完整的介绍相关信息 可以翻阅我们的文章 好 首先是迪士尼本部公布了四部动画 首先第一部是奇异世界 本篇由超能陆战队寻动传说的导演 唐霍尔指导 今年11月23日北美院线上映 故事讲述的是家族在一片 神秘危机四伏的土地上 生存和冒险的故事 第二部是为了庆祝 迪士尼成立100周年的原创动画电影 Wish 将于2023年的秋季全球上映 这部音乐剧的灵感呢 来源于工作室一系列的旧作 致力于解答承载着 众多角色的愿望的许愿心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 动画剧集《疯狂动物城家》在现场公布了新的预告 总共6集 每集聚焦不同的主题和角色 本片是2016年《疯狂动物城》的拓展 将于11月9日登陆迪士尼Plus 动画剧集《艾瓦游》公布了最新的剧照 本片是由迪士尼动画工作室与来自非洲的公司进行合作完成的 预计在2023年上线迪士尼Plus 本片是迪士尼动画工作室首次与外部工作室合作 故事背景设定在未来的《尼日丽亚》 是具有科幻要素的一部作品 接下来是关于皮克斯的部分 皮克斯总共公布了三个动画电影项目 以及首部原创的动画剧集项目 首先皮克斯的新片《疯狂元素城》发布了最新的海报和剧照 2023年6月16日北美上映 本片将会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作品 灵感来源于导演父母作为韩国移民来到美国在街区生活的经历 《头脑特工队2》宣布在2024年的夏季上映 皮克斯的新片《Elio》宣布将在2024年的春季上映 该片讲述了11岁的男孩Elio穿越星际被错当成星球大使的故事 好 皮克斯的首部动画剧集《不论胜负》发布了首张剧照 2023年上线迪士尼Plus 本片作为皮克斯的第一部动画剧集 故事聚焦一支棒球队 每一集将会关注不同的角色 包含了多种的动画风格 最后是关于国内迪士尼乐园的一些相关新规划 好 首先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将会成为首个将疯狂动物城 世界变为现实的迪士尼乐园 然后达菲和朋友们还宣布将在明年在迪士尼Plus 放出6集的定格动画其中包含林娜贝尔 以冰雪奇缘为灵感进行建造的香港迪士尼乐园 魔法奇缘世界园区将于2023年下半年开幕 好 关于迪士尼第二三的消息就到此为止 接下来是两则关于动画节的相关新闻 好 首先是9月30号到10月2号 曾经制作了凯尔金的秘密 养家之人狼心者的爱尔兰国宝级著名动画工作室 卡通沙龙将和制作了茶杯头的动画工作室 灯塔工作室 一起举办第四届基尔肯尼动画节 基尔肯尼动画节是一个新兴的动画节 同时他们将会聚焦于视觉故事讲述这个主题 同时今年也有一些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消息 其中就包括卡通沙龙会放出他们为网飞制作的原创动画 《我父亲的龙》的相关预告 四大国际动画节之一的沃泰华国际动画节 将在9月21号到25号在加拿大的沃泰华举办 这个动画节是北美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动画节 而且在这个展映活动中 其实有不少来自国人动画创作者的作品进行展映 好 在结束这期的动画学术法之前 为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吧 Sputatune 3这个游戏在9月9日正式发售了 不知道大家第一时间去玩了吗 我们也在前两天发布了一个 Sputatune系列相关美术设定方面的视频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去看一下 好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 本周全球动画相关新闻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栏目还不错 或者看在我们制作实属不易的份上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这对我们真的非常重要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周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